由多倫多华商会举办的国际农舟节 今年已经是第28届了 一连两分的重头戏是世界级的农舟竞赛 参加大赛的有多伦多、温哥华、蒙特利尔 以及美国160支农舟队伍 来自社区、大学、医疗机构、银行以及公司的近5000名运动健儿 分组进行了近百场比赛 多倫多国际农舟大赛规模越来越大 从当初六支参赛队伍到今天的160支队伍 同时它已经成为每年夏天 多倫多不可缺少的一个多元文化节日 虽然我们华商会是中国人主办的 但是在加拿大已经是一个主楼的活动 所以看看我们华商的人 很大部分除了中国人以外 大部分来自不同的颜色肤色的人 除了农舟赛 吸引民众参加这项盛事的 还有现场的多元文化表演 以及美食品尝 想给一点支持 然后就是也是一家人的一个 周末的一个很好的活动 这也体现了加拿大的多元文化 因为农舟赛嘛 也就是中国的传统 农舟节的主办者还表示 他们将把这项传统文化活动延续下去 明年打算邀请中国一些省级的 农舟队伍参赛 进一步扩大多伦多国际农舟节的影响力 方文字记者腾龙琴 多伦多报道 明年打算邀请